1800億要預留不時之需及用來全民共享 藍綠都喊話還稅愚民發現金 那希望可以針對性的發現金紓困 那春節前有機會發嗎 那有沒有預計何時發放或是以何種形式發嗎 那以及在野黨有質疑變成私房前康人民之鎧 那院長怎麼看 總統以國安高度主持會議做了三點才是 昨天雖然是連假的休息 我也請各部會首長一起來做規劃 這個4500億700億是地方的不能動 3800億中1000億是作為補貼勞健保和電價因應 1000億是來作為強韌經濟 另外1800億要預留不時之需及用來 全民共享我們規劃在這個額度跟全民共享用發現金的方式 但這要有法院的根據和預算的編列 要經歷法院的同意不是私下花紅包 所以我們希望整體的來把它做好 同時讓全國民眾都能共享經濟成長的果實 而且也能因應像現在中國疫情在其全世界都緊張應對 而且歐洲戰爭後的通膨各方面 我們都真的要留有因應的餘力 也不能一次就把錢花光 最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